那我们现在要公布的就是 最佳电视纪录片 我们来看看VCR 游言之上 重返红旗曲 大如珠西 冬天 过年的话 金银谈十拍八十天 生命员抗议特别解冒 为了和平 西陵映射 亚太战争审判 自从遇见你 中国 好 那我们现在来公布 获得第31届中国电视精英奖 最佳电视纪录片的是 摆脱贫困 中国 那下面请最佳电视纪录片 获奖者摆脱贫困的代表 发表获奖感言 感谢金银奖 摆脱贫困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深沉梦想 也是中国在人类简评史上所书写的 前所未有的伟大奇迹 在这场伟大的战争中 在这场伟大的战争中 有三百多万的第一书记 驻村干部 他们背井离乡 舍小家 卫大家 他们的故事让人感动 还有一千八百多人 殉职在脱贫空间的一线战场 他们将生命永远定格在了一片片多情的土地上 我们永远怀念他们 如果说金银奖是对摆脱贫困这个节目的一种鞭策 那我想这个奖所传递的敬意和感动 应该属于他们 属于伟大的时代 更属于每一位不像贫困低头 不像命运屈服的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 我们用作品和这个奖杯 向你们致敬 谢谢 恭喜 下面请最佳电视纪录片获得者中国代表 发表获奖感言 我要感谢中国试协把这个奖颁给我们 我想这是一种鼓励 是一种鞭策 我们会继续努力 我更要感谢我的出品方 湖南卫视 芒果TV 还有湖南广播影视集团 跟他们的合作过程中 让我切身地感受到一家有理想的媒体 所拥有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内容的尊重 当然我还要感谢我所有的合作伙伴和我的同事们 是你们用自己的专业精神和敬业 共同铸就了这部作品 那最后我想说 用实现理想来证明理想的存在 是纪录片中国对于我个人最大的意义 谢谢 谢谢 再一次的祝贺人鲁玉 也祝贺百多贫困 祝贺我们的中国 你叫她满的时候 我 我 我 感谢观看